字幕提供 看这家店新开的 很漂亮啊! 那些甜品 我完全忘记自己吃了东西 看完的菜单 看一次的菜单 大家先看一看 好有趣啊! 这里很明显 小啤梨汁 奇异果汁 菜单也做得那么漂亮 葱姨和奶油 维他命A,C,E 可以美容! 很好啊! 还有传统韩式的刨冰 都可以拿进去 我进来了 这家店叫做 Jeffrey 他说上个星期才开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很新 而且这里可以买花给你的 女朋友 这里来的那些 都是迎人 潮人 他跟了! 他拿了东西 谢谢! 谢谢! 十九米多 十九米多 哇! 好刺激啊! 你看一下他 好像有个人 他是白色的头发 然后上面加了棉花糖 放在上面 好漂亮啊! 不好意思! 我要拆掉他了! 拆掉他的头 什么? 他的头发 但是他心裁不良 为什么呢? 喂! 怎么了? OK 我看见我自从挥入手 看见没有 先试一下棉花糖 哇! 他的棉花糖还有两只 阿姨姆 纏着我的手 我现在他们整个头扯起 哇! 原来他备了一个 雜果冰糕 OK 吃完雪糕呢 是时候喝一杯养岩的油粉 这个有蕴蕴蕴A C 和E 我刚才看的那份 好像是这样的 有个新鲜的韩国番茄 送给你了 附了一个Honey给你 那你就加上去 你先试一下 我第一次喝这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他呢 他呢 把番茄打进去做溶 有些鱼在里面 有点牛奶 在这里 但是那个脑子没喝 更有硬点 立刻喝 你为什么这么臭呢? 走来走去 我知道 班机延了嘛 我知道 延了很久了 我知道 延了七个小时了 但你放心 我会陪的嘛 其实每张保单的内容都不一样 索偿韩班延迟大致上有两个主要的条件 第一就是延迟的原因 就好像 基建故障 惡劣天气 天然災害等等 第二就是延迟的长度 一般都要至少五个小时以上的延迟才有得陪 准确些 就要视乎每张保单的保障条款 不过要注意 航空管制和航班吊楼等的原因 而导致的延迟 就是大部分保险公司都不会受理的了 哇 等了七个小时 那天气终于变回禁阳光 我们飞得了 好 慢点